晚上九点钟 无论你身在哪里 来场与文学的空中邂逅 扬兆谈书 姚宁一同遨游文学世界 认识古今中外的经典之作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杨招谈述 本节目与台北广播电台MF930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 为了要播出我是杨招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要为大家直播的是 石景谦纪念专辑 他在英文原名是 Jonathan Spence的石景谦 他在2021年的12月去世 他留下了一些非常精彩的探讨 中国乃至于中西交通史的重要著作 所以纪念石景谦 最好的一种方式 就是为大家介绍石景谦的 这些重要作品 并且希望用这种方式 大家会愿意把这些书找来读一读 今天要特别介绍的 是他在1983年所写的 原来英文的书名叫做 The Memory Palace of Martial Ricci Martial Ricci就是利马豆 中文的书名是利马豆的记忆宫殿 在这本书当中又发挥了史以前非常独特的 历史书写的特别的技法 他通常就不会写干巴巴的这种历史的论文 他喜欢把很多不一样的事物 用特殊的方式组织交织起来 而构成了易读 但是又经常让我们意外的文本 所以在阅读他的文字本身 都能够得到相当大的乐趣 在这本书里面 他先凸显 利马豆当时他到中国传教 非常独特的一种策略 他到处去宣扬 在西方有一种特别的记忆之法 这个记忆之法是像是建造一个宫殿一样 用方位 用比喻 或者是用想象 你想要记得的东西 你就给他一个相应的具体的形象 然后把它放在你所搭建的 这个记忆宫殿当中一个特别的地方 所有的这些你想要记得的东西 在这个记忆宫殿里面 借着彼此之间的不同方位 就可以长期的保留下来 你就不会忘掉了 我在讲这个记忆之术 记忆宫殿同时 十几天就把十六世纪后半 来到中国的这一位耶稣会的修士 他的生平 他的经历 编组写在里面 例如说他告诉我们 利马豆的家乡 马切拉塔 他的童年世界里面 冲刺了在马切拉塔所经历的争斗跟暴力 那是十六世纪的五六零年代 在利马豆步行上学必须经过的那些狭窄的石阶上 阿拉莱纳和佩里卡尼两个家族的年轻后辈们 互相跟踪 互相偷袭 延续着他们已经有了三十十年来的世仇 有人在光天化日底下被刺伤 也有人在做弥撒的时候被砍倒 这两大家族并不是仅有着血腥世界的制造者 还有其他贵族子弟一夜之间变成了蒙面杀手 还有人在完成复仇行动之后 逃到了别的城市 在那里等待 或者是继续如战士一般打打杀杀 直到最终结束自己的流亡生涯 这一小段话一方面就表示 他研究过利马豆的家乡 但另外这种写法 不就也让我们快速的会联想到 萨斯比亚的罗密欧与祖利耶吗 两大家族打打杀杀 若遇到了什么样的事情 贵族子弟一夜之间就变成蒙面杀手 完成复仇行动之后就逃 这不就是罗密欧与祖利耶 他们两个人这个悲剧性爱情故事的 意大利在那个时代的背景吗 我们继续往下看 在利马豆三岁的那一年 其米内拉家族的三名成员 用手枪击杀了 恰帕德利从而开启了新的杀戮的争端 在利马豆五岁的时候 一名本赌费的修士在马切拉塔 杀害了弗洛利亚尼家族的一名成员 在他十一岁的那一年 城里流传的这样的故事 同样是来自于 佛罗利尼亚家族的一名 十六岁的青年 用刀杀死了另一名青年 因为后者在他的耳朵上咬了一口 在这泛滥的仇杀争斗当中 至少有一男一女上身者 他们都姓Rich 也就是跟Martiritch 跟利马豆是同性 尽管我们没有办法知道 他们是不是利马豆的近亲 虽然神父们和城里的长老们 不断努力去支持这些暴力事件 但在1568年 利马豆离开马切拉塔 去罗马学法律的时候 类似的仇杀事件 屡见不鞋 在马切拉塔城外 穷苦的乡下 有来自于北方遭到战火洗劫的城市难民 也有在意大利作战的割舍 雇佣兵的逃兵 他们纠集起来 变成了土匪团 在郊野游逛逍遥法外 当地的政府为了消灭或者是俘获 这些土匪就在士兵当中 提了各式各样的悬赏 而马切拉塔的市政资料显示 监狱需要不断地扩充面积 同时还要建造许多的审讯室 用来拷问俘虏 获得更多诽谤的讯息 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士典前特别的功夫 我们之前提过 他对中国历史的认识跟理解 主要源自于当年他到雾峰故宫 去整个完整的翻阅 故宫所收藏的清宫档案 但在这里我们就知道 为了要书写来到中国的立马斗 他就到了立马斗的家乡 去翻查各式各样的档案 要不然他就不可能写出 刚刚我们读起来 听起来 感觉上好像那么轻松轻描 但写的这些历史背景的描述 虽然听起来很轻松 但要能够确切地掌握 这里面要有非常深厚的 史学的功夫和根底 再来他说 地方的这些行动 不足以取得成功 一直到1568年 罗马教皇的特使 接管了这个区域 他们雇佣军队 扫荡乡业 挨家挨户进行搜查登记 此后 这个地方的正常秩序 才得以恢复 马切拉塔属于意大利中部 由教皇统治的地带 教皇特使跟当地的政府 共享管辖券 不过即便如此 在其后的岁月当中 行走在马切拉塔乡间 仍然不安全 尽管有一些材料 声称当地信财的速度快得惊人 但是呢 马切拉塔和罗马之间的信息交流 实质上还是非常的缓慢 马切拉塔城的军官们 就把本来混乱的局面 弄得更糟了 他们为盗贼和杀人凶手 提供了避难的处所 还帮他们找地方窝藏账物 如果这些匪徒被告发 被逮捕 甚至被判处死刑 这些士兵对当地法令 为城市自有民提供的豁免权 就予以使用 用得得心应手 只要这些人自己或者朋友 去杀死别的土匪 作为交换 就可以死里逃生 重获自由 甚至吞没赃物 1554年 发生在土匪头子 叫做德威科 圣上的事情就是这样 所以马切拉塔的使家 叫做利贝勒巴西 他就说 德威科摇身一变 又一次成为荣誉市民 靠着他掠夺来的财物 安享天年 的确 在利马豆成长的岁月当中 德威科一直在马切拉塔 过着忧郁的生活 一直到1584年去世 而那个时候 利马豆已经到中国 度过了一年的光阴 作为教皇辖区的一座重要的城市 马切拉塔无论从邦国关系 还是内部领域上 都无法奢望置身于教廷政治之外 1555年 教皇保罗四世 和非常有权势的 科罗纳家族之间的纷争 就蔓延到了马切拉塔 使得这座城市笼罩在 战争的阴影当中 然而到了第二年 教皇保罗和西班牙人之间的矛盾 越来越严重 前面的纷争 也就变得无关紧要了 西班牙人 是以纳布勒斯王国 作为他们的基地 控制了意大利南部的地区 而把将军阿尔瓦公爵的势力 也进入到 而将军阿尔瓦公爵的势力 也进入 教皇的辖区 教皇在马切拉塔 征收军事税之后 城里的公民 才开始注重城防 他们购买了 100支的火枪 充实军备 向当地民兵 发放了长矛 作为他们的武器 把河边的一座旧墨坊 改造成为城防堡垒 还雇了一名军事建筑师 为城防公事 制定非常详尽的计划 然后教皇 为了抵抗西班牙的势力 找来法国的盟军 马切拉塔市民则受命 负责法国军队的补给 维修军队通过的道路 还向前线运输 征来的牲畜 汉物质 一直由12000名步兵 和6000名寄兵 所组成的法国军队 在主将吉斯公爵的率领底下 在1557年3月 到达意大利的中部 4月初 急初抵达马切拉塔 这次的拜访 并未掀起波澜 之后 他试图攻占 罗马东南面的 齐维泰拉 由西班牙控制的 非常具有战略地位的要塞 却遭到了失败 所以当吉斯5月 再回到马切拉塔的时候 情况变得十分的危急 人们都认为 阿尔瓦的西班牙军队 接着就要来了 但到了12月 局势又恢复和平 由于西班牙 菲利普二世手下一位 杰出将领的决策 马切拉塔逃过了战争的浩劫 这名将领 20年后 在尼德兰地区 推行暴力 恐怖的统治 他的严酷跟狡诈 并不下雨 吉斯公爵 在法国宗教战争当中的表现 所以大家就能够明白 藉由巴特里奇 利马斗 把16世纪那样的一个欧洲 跟16世纪明朝 那样的一个中国 巧妙的结合在一起 而编成了 世纪前这本书当中的历史叙述 我们休息一会儿 但我后来继续聊 听见台北的声音 拥有颗热情的心 有爱与梦想的电台 台北广播 FM93.1 感谢您去收听 杨造坦树 本节目与台北广播 电台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 晚上九点 威大播出到九点半 今天为大家直播的是 世纪前纪念专辑 介绍的是 他的利马斗的记忆宫殿 今天在史料当中 我们还能够找得到 看得到 城市末月 这个城市末月 是图画集 在城市末月的图画集当中 我们看得到 利马斗 交给他 看影的画 这是 在中国出现的 最早的传教画 在这幅画当中 描绘的是 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 他在 加利利海 波涛当中 挣扎的场景 在利马斗的设想当中 这幅图景 是来自于 《八太福音》第十四章 讲述的事情 发生在 耶稣基督 用五章比看两条鱼 喂饱了众人之后 这个时候 基督 一个人 到山上去祷告 让门徒们 先上船 渡到海的那边 依照圣经上的描述 到了晚上 只有耶稣 一个人在那里 那时 船在海中 因风不顺 被浪摇汗 夜里四更天 耶稣在海面上走 往门徒那里去 门徒看见 他在海面上走 就惊慌了 说是个鬼怪 变个害怕 喊叫起来 耶稣连忙对他们说 你们放心 是我 不要怕 彼得说 主 如果是你 请叫我从水面上 走到你那里去 耶稣说 你来吧 彼得就从船上下去 在水面上走 要到耶稣那里去 只因见风盛大 就害怕 就要沉下去 就喊着说 主啊 救我 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 你这小性的人 为什么疑惑呢 他们上了船 风就住了 在船上的人都拜他 说 你真是神的儿子了 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立马都按他的想法 自由地翻译了 这则故事 因为当时还没有 圣经的中文译本 尽管许多中国人 劝他接过这个任务 但都被他拒绝了 理由是 翻译圣经的工作压力太大 太困难了 而且呢 最重要的 必须要先真的 教皇的同意 但是既然 陈大约要求 每一幅图画 都配有一段 用汉语所写成的文字 于是 立马斗 便从圣经故事入手 按照自己的想法 对故事进行了改编 让他能够适应 中国人的道德观念 和宿命论 然后在这段文字当中 立马斗 用伯多洛 来翻译彼得的名字 他认为 这个发音最接近 Petrol 或者是Petroos 他把这段短文 这里 他用汉文改写 所以是文言文 叫做 信而不海 遗而即成 那我们来看一下 立马斗所写的汉文 他说 天主已降生 托人行 以行教于世 先会十二圣徒 其原徒名曰 伯多洛 伯多洛一日再喘 恍惚见天主立海牙 则曰 躺视天主 使我不海不沉 天主使之行 失望猛风发泼浪 其心便遗而渐成 天主缘其守月 扫信者 何以以乎 笃信道之人 肿若水如坚实 其负疑 水负本性 燕涌 君子行天命 火莫然 任莫赐 水莫逆 风浪和巨乎 然远途遗也 以我信以 则一人顺之遗 敬以 足以敬解 造众之后遗 时彼无遗 我信无惧 故感其信 以感其遗也 这文字的第二段 这完完全全 是立马斗自己创造出来的 圣经上没有这一段 在这里 立马斗所说的君子 你看 他就用了 中国传统当中的话语 正为君子 能够通过对于道的遗思 而进入到那样一种 臣民之境 甚至就变成了 在中国其实不是君子 而是智人或者是神人 那样一种水火不清的禁忌 然而立马斗的这种诠释 并没有点名 他第一段叙述跟福音故事 本文之间的差异 在立马斗的汉语 翻译当中 基督是立海孩 并对彼得援起手 但马太福音当中 不是啊 基督是行走在海面上 并且在彼得跨沉下去的时候 拉住他 如果我们讲究 教义的细微区别的话 那么这种差异 就带来了 如何进一步诠释的问题 不过立马斗关心的 不是如何诠释 而是必要性的问题 如果他希望使用图像来促进记忆 你就要考虑视觉上精确型的要求 当陈大约向他要求提供图画的时候 如果他手边正好有最想要翻印的图画 那就不必用这种方式改动了 这幅他最想翻印的图画 是来自于纳达尔的福音故事图像 这本书 利马斗非常喜欢这本书 在他一路到中国的旅行的过程当中 一直随身细带 1605年5月 他写信给阿贵维瓦会长的助手 阿尔瓦雷斯 在信里面他就说 当我们跟中国人交谈的时候 可以拿这本书 让他们亲眼看到相关的事物 而这些事物是往往我们用语言 没有办法描述清楚的 在这个意义上 这本书甚至发挥了 可以比圣经更大的用途 利马斗本来是想要给陈大约 拿来作为彼得故事插图的 就是《纳达尔书》中第44幅图 这张图展现了惊慌的门徒们 他们的群像 有的紧紧抓住船桨 有的呢 奋力拉开已经收卷起来的船桓 有的人看到汹涌破刀跟 耶稣基督的身影的时候 高举双手 或者惊声哭叫 认为看见了鬼怪 站在船边的人是彼得 他在准备跨出小船 他的长袍被大风吹着 套住了膝盖 在近景处还是彼得 这个时候 他满脸恐惧 他的身体正在往水里沉 耶稣的形象占据了画里面最显著的部分 他平稳坚定地在海浪上行走 那个画面当中 他用左手轻轻握住彼得右手的手腕 而自己的右手摊开 并且上扬 向上天祈祷 遗憾的是 当陈大约提出这个对于图画的要求请求的时候 这本纳达尔的书不再立马都手上了 他把它借给了耶稣会的同事 另外一位神父 这个人把书带到了南昌 用在传教工作上 他们两个人当时有一个交换 那就是这个神父把纳达尔书带去南方 在北京的立马斗 得到了一套装真精美又多余对照的八卷本圣经 这本书那个时候才刚刚运到中国 不过立马斗很快就后悔这个决定了 他立刻写信到欧洲 希望可以再多记几本纳达尔书过来 但是那个时代真的路途遥远 一时这些书还送不到 面对陈大约的请求 伊马洛觉得机会难得 不可错过 所以就采用了偷梁换柱之法 他在北京的住所 另外藏有一本 由二十一幅木板画所组成的画册 描绘的全部都是耶稣基督受难的情景 这些板画和纳达尔著作当中的许多插画一样 都是出自于威克斯的手柄 这套板画级的第一幅 从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开始 到最后一幅 耶稣基督升天结束 这中间并没有涉及类似水面行走这一类 耶稣基督早期生活的事情 不过伊马洛就发现 这一套当中的第十九幅画 那描绘的是什么呢 耶稣基督复活之后 向门徒献身的情景 而那个时候 在画里 门徒们正好在加利利海捕鱼 根据福音故事 也是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 对于这件事情的描述 使徒约翰最先认出了基督 但一贯性格冲动的彼得 却当下立刻跳进到水里面 先穿上了衣服 因为他干活的时候 原来是打赤膊的 向他的主那边游过去 尽管在威克斯的图上 水中的浪很小 使徒们都在奋力地拉往 似乎并没有被夜晚风浪大座所惊吓 但至少在图上 彼得身处在水中 而耶稣基督也向他伸出了手 所以只要把马太福音的原文当中 照道理讲 这本来是最关键的 基督行于水上 把这个情节改成 基督立于岸边 把基督抓住彼得的手 改成他向彼得伸出手去 那么接下来 只要运用想象力 这两幅画就重合了 还有威克斯的原画上 清楚地描绘耶稣基督手脚 被钉过的洞眼 还有罗马士兵的长毛 刺在耶稣基督身体右侧的伤口 那这个呢 就必须要被修补掉 你耳朵请一位中国的能手帮忙 在翻颗图画的时候 把基督经历十字架受难的痕迹 统统都给遮盖了 所以丽玛豆真的很厉害 对于福音的文本做的修改 让其实根本不是水上行走的 这个画面也发挥了恰当的作用 一旦图画跟他所写的文字相配 陈大约就能够把它制作成为 售价不菲的水墨画 丽玛豆希望这个画 在中国富有的文人阶层当中 去贩售 或者把它印在书里面 来谋取更大的收益 这两种传播方式 还能够相互促进 不过如果设想 当只有这幅画 本身出现在中国人面前 那么他也许能够通过记忆 唤起信仰 而概括理性跟意愿的作用 如此说来 他背负的责任也更加的重大 视觉形象能够让人联想出更多散失的情节 这能够深入到每一个细微之处 远方的城市里 每一个机敏都能够得到食物 在那座高山上 基督 隐退其中 祈祷修行 在那条渔船上 所有船员都在努力打捞 所有人都努力营救 伯多洛 他如果在船上还算安全 但他掉入水中 身穿厚重的长跑 在波浪当中挣扎 用焦急的眼神 注视着岸边平静的基督 这是一个很小的细节 但是 借由呈现这个细节 施景谦把多少的不同的史料 编组在一起 让我们看到 丽玛豆是如此用心良苦 在中国的世人之间 试图要展开 要扩张他的传教工作 这本书是施景谦 非常精彩 非常好看的作品 丽玛豆的记忆宫殿 感谢您的收听 明天同时间 我们再会 感谢您的收听